吉安乡公所3月30号举办慈云山公墓 清明节祭祀祈福仪式 乡长游淑珍和多位乡面代表及村长们 共同来祭祀 为了让民众可以方便祭祀 乡公所贴心地安排了街坡专车 流动厕所 遮阳帐篷 长行共作 还有圣安宫在现场提供环保新灯 以及清洁队在现场回收纸钱集中烧等 要让清明扫墓更显得庄严和周延 疫情过后 吉安乡慈云山公墓经典清明节 恢复开放民众向山扫墓 为了营造更优质的殡障环境 吉安乡公所也逐步改善公墓 园区的软硬体设施 盛中追愿清明扫墓 吉安乡公所铺整的交通车来接送 甚至于是整个环境的 所有的安全的围管都在其中 谢谢盛安宫每年都给我们开启 不燃烧我们的纸钱 用新灯来取代 供奉的这一份心意 吉安乡慈云山有许多的建设 陆续的完成 从整个上来的礼仪大道 整个全屋面 以及我们所有的火化炉的 一个空污设备改善之后 未来将推进的是 户外纳谷墙的建设跟建构 希望带来的是满满的感恩 以及祭祖关怀 甚至于是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乡民 今年的3月1号开始 吉安乡慈云山也进入了我们所有资讯的一个网络 上了网就可以看到整个慈云山 无管是纳谷塔 或者是我们在整个火化的一个流程的完整 所以希望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便利性 服务性 感恩性跟幸福性的一个祭祖的礼仪的圆满 今年扫墓祭祖人潮回龙 慈云山公墓非常热闹 许多民众席家带券上山来拜拜 相公所也贴心的安排接驳专车 流动厕所 遮阳帐篷 长行共作 而圣安公也提供了环保新登 鼓励大家减少纸钱焚烧 还有清洁队也在现场回收纸钱 集中烧等 群手队员更是辛苦的在现场指挥交通 维持秩序 公司协力的服务 让亲民扫墓更显得庄严与周延 这旅会吉安乡报道